大家好,歡迎大家來到聲動網台,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,阿亮。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誰呢?就是我們的旅遊大使,Rebecca。 我也想是旅遊大使,因為在我心目中,Rebecca,基本上,我想她就游了半個地球。 那我游了半個,半個什麼呢?半個中國,也沒有,半個香港。 好了,進回正題,今天Rebecca帶了什麼特別的旅遊經歷,說什麼來聽聽?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旅遊呢?其實重點就是我認識了一個很喜歡旅遊的親戚朋友, 她就經常地抓我們,一群陪她一起去旅行。 你說是被迫的,當然有些人,有些推動力。 幸好我沒有這些親戚,有都沒有用。 但其實我覺得一個重點是這樣的,人們經常會覺得,哇,你去這麼遠好像很貴, 然後你每年都去,又很貴,但其實我又聽到一些人說,我一年去十次Banggok, 十次計算一下,如果當你三千元一次,其實一年就花了三萬元。 是,是不是有些特別的呢? 什麼特別? 即是你是不是吃雪糕抽獎,就有得去旅遊嘛? 那你是不是不斷吃雪糕那些? 那不是,意思就是說,我們等雪糕抽獎這些,就比較渺茫一些, 我們不是那些手朱代套的人來的。 我說說你怎樣可以用最經濟的方法呢?我都想知道。 這樣的,通常我們呢,因為時間比較彈性一點,就會選一些非繁忙時間去, 各大旅行社當然是需要減價,然後我們就不用跟人逼迫, 然後連航空公司也便宜一點,小點便宜一點,選擇多一點, 那這些就是重點,但不是每個都做到,有些就是一定要新年, 即是雙倍價錢才能去到的那些,那我們真的幫不到的。 那就是沒有我的份,帶著小朋友一定不可以像你這樣。 對,你還要給四份,是有點難度的。 對,OK。 那下次你自己跟我去,我帶你去。 那是的,Bbecca,通常都不是P-Season去的, 但其實都貴的,是不是要坐廉航機那些呢? 其實都說了,如果不是P-Season,其實價錢都差得挺遠的, 隨時是便宜,一半或者又多。 那有時是我們有些自駕遊,很喜歡自己開, 即是我不懂得開,別人開車的。 那那些呢,譬如說你跟旅行社,差不多價錢來說, 你會玩心度很多,你可以吃一頓飯,你可以用兩個小時, 那旅行社可能就是半小時被吃完,麻煩下一個景點。 即是都是自由行啦。 那樣都有啦,你不想用腦子,不是跟著。 其實不是的,我不想用腦子的。 即是被迫的時候。 包括有些朋友在一起,其實是跟團,專業的領隊。 那些人覺得我們好像去了很多地方,去了好遠。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什麼呢? 其實坐一程長途飛機是很辛苦的。 假設我接下來說,譬如這一次我覺得挺特別的旅行, 是說你要坐十幾二十個小時,其實呢,你只能夠在年輕一點的時間, 才可以做這些事情。 或者譬如說要看的東西,可能你半夜或是晨早四、五點, 或者半夜看到兩、三點。 你如果年紀大,你真的做不到這些那麼辛苦的行程。 即是短片? 不是,所以我會反過來玩,我其實覺得年輕的時候會遠一點。 因為後沙鎮,你還有機會賺到錢嘛。 你用完這一筆錢之後,你可能會監職, 或者再做多幾份工作。 不如說說你最遠去到哪裡吧? 最遠? 我的地理很差。 OK。 我都不太知道我最遠去到哪裡。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,譬如你年紀大,其實你就沒有能力去很遠了。 可能只是中國國東莞遊,已經對你們來說太辛苦了。 或者我給你們一些照片看看, 看看你們覺得這一次的旅行,對你們來說是否特別。 大家看到這幅東西是不是都好像那些月曆一樣? 嘩,很漂亮。這裡是哪裡來的? 這裡其實就是在加拿大,一個叫黃都鎮的地方。 我這個旅行其實去了兩個地方,一個冰山和一個大火的地方。 這個就是,為什麼會去呢? 話說大家應該對這個北極岡比較陌生。 但是這一陣子就有很多人說,為什麼呢? 因為北極岡就是,差不多是每11年,地球到很強勁的運作的時候, 它知道這些粒子,令北極岡特別強烈。 於是2014年是這一年的開始,還有五年左右。 最容易看。 如果大家要看北極岡,就好幾年看了。 最美的,是什麼意思? 我想還一兩年,你們快點好去吧。 嘩,那你快點說說。 但這個黃都鎮為什麼更加要去呢? 因為那時候宣傳就是,他們其實365天裡面, 有200多天都看到的。 隨便去,都看不到看到,不用。 那我們那次去了三天,即是三晚就住了, 其實看了三晚就看到,所以就。 即是三晚都看到? 是的。 即是不用撞彩了? 不用啊,完全撞彩了。 好啦,那最後有沒有呢? 看看他們好像以前的打獵的地方,是不是? 真的啊。 是不是很有感覺? 是不是用火爐那樣? 有啊,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半夜才出去看, 可能十一點多鐘特別。 是不是很冷啊? 冷啊,剛才那些小屋子就可以住做餐,自己出去進去。 冷啊,你看看我們穿到好像,穿到腫子一樣, 從頭到尾,我試過呢,他有另外一個電動的車, 就兜風吹麵,那次剛剛漏了,沒有封到的口, 然後就僵了,所以就不要臨亂。 那是不是有些,我看到有兩隻狗, 就是拉車的? 不是,其實這是另一個活動來的,就是狗拉車, 但是都很好玩的。 嘩,真是很好看的。 所以其實去到那裡,都很多東西玩, 那這裡又是哪裏呢? 剛才我說完在冰山,我們就去大火的地方, 因為我們就跟著去了美國,就是做什麼呢? 就是坐郵輪,那時候其實我在想, 我六十五歲之前都不會坐郵輪, 一定會悶到吐的。 那怎知道去到… 那這些郵輪是不是很大隻的呢? 那這些郵輪,就是要搭電梯, 你選一些大隻的,要搭電梯, 因為它有很多活動, 你一定要在郵輪裡面玩, 因為它其實每停一個港口, 就會被你到港口玩的, 但是有些情況是, 譬如有一晚你不停港口, 你就要在郵輪上面睡, 純粹停在郵輪那裡, 那它就要夠大, 你才有東西玩的。 不如說說,這裏怎麼這麼特別呢? 像廚房一樣的? 是啊,這裏就是他們, 我們當時沒得下地, 他們搞了活動就是參觀他們的廚房, 那就是船, 有些是船長, 有些是司應, 有些是船長, 其中一個活動就是參觀廚房, 然後你知道郵輪就是全包的, 包吃,包住,包玩, 以前我們香港類似雙語聲號, 那時候那些人是不是很不相信, 怎麼搞的? 什麼都包,不用錢的, 一定是騙人的。 那上面是否有賭場? 有啊, 不過我們就沒什麼進入, 這個呢, 他們搞另外一個就是拍賣的, 有很多藝術品, 所以在船上其實一點都不瞞, 任吃啦, 然後下了船, 是不是很客氣? 好大隻的船, 我以為你說餓, 那他們下地就會看到, 譬如說, 這裏好像是Majimeaga, 還是我其實不記得, 另外, 這個是UK的Telan, 其中一個冠軍來的, 是不是在船上的Show? 船上的Show, 所以他就是有吃有玩, 這個其中的船艙, 你可以選一些, 最好會選, 看到平台, Telan, 所以有露台看到外面, 因為我們, 價錢當然是不同啦, 但我們很害怕, 看鐵達尼號, 怕會困在船那裏, 跳海都跳不及, 其實他周圍很漂亮, 落地就有很多東西, 很開心, 很好玩的, 水上活動, 這個是不是很刺激? 即是, 他每一個地方的港口, 他都預備了很多活動, 即是其實很豐富的, 而且很多時候, 通常有一晚, 譬如是Captain's Night, 這個已經是比較簡單的, 有些人, 如果真正再大些郵輪, 會有些Captain's Night, 可能穿完, 譬如是日本人, 可能穿和服, 跟著如果是外國人, 可能穿一些鬆糕, 即是大蛋糕裙, 即是很隆盡, 跟著Captain就會來, 和你聊天, 招呼長桌, 長桌, 跟你們吃東西, 即是要穿Ticeto, 這些另外, 一晚有的節目, 所以, 一個船裡, 有泳池, 所以其實, 是不是很棒? 那Rebecca, 其實這個只是小小部分, 只是想問而已, 我也… 是嗎? 時間差不多, 我想, 再次謝謝Rebecca上來介紹, 下次, 希望再帶一些新鮮的地方, 其實這些, 基本上我們在環宇峰城也看到, 上網Google搜尋才看到, 很多謝你帶一些照片過來, 很多謝你們給我機會分享一下, 不過我懷疑, 你的照片是否有關鍵? 有人的, 下次我關鍵好一點, 好, 謝謝, 下次再見, 拜拜, 拜拜!